第2節 你们爱主要记忆我相见 别拥挡爱奉合起宣伟 当周黑夜我从不出现 失败也有点在你们中间 如果日子冒心只有分 我们山江西也可爱你分 我心疼你为主的我 一生之备为我记忆 我明明我正开来 我一直为心疼你 我心疼你为我记忆 真切是你高中欢喜 我心疼你为我爱你 我心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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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独erne 我心疼你 又要叫人家不要唱得好 不過你知道嗎 我真的告訴你們一個秘密 你們真是成全雅玲姊妹 我必須真的是為她講一點點 霧露一點她小小的見證 因為其實真的 她跟我在一起久了之後 真的不大習慣用眼睛看 所以呢 詩歌 歌詞也看不下去 主的話也看得不是很準確 怎麼辦呢 這樣子的孩子我們要怎麼餵呀 就是把他丟在基督的身體裡 讓他去過紮實的教會生活 他不得不失 我們就從愛燕 拼命的餵飽他的屬弟的胃口之後呢 再來餵飾他屬年的胃口 所以你說我一個眼睛看不到的人 我能正確的餵他什麼 真的不能 所以我常常最常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被地圖為他多擋到 因為我們的教會生活輝煌知智到一個程度 什麼都有 你要什麼有什麼 我們可以藉著 靈歌詩章送子彼此的勸誡彼此的教導 才能夠讓我們心被恩感才能夠歌頌神 所以我才說參加這場聚會完之後 還說你不喜樂的話 弟兄姊妹這是我們的責任 所以我們要讓每一個人走出去的時候都說 我珍惜了 因為我在這裡遇見了耶穌 因為我在這裡遇見了耶穌 遇見了弟兄姊妹你們 我們是遇見了耶穌 因為我們要從弟兄姊妹的身上看到耶穌的存在 所以我必須講我也要謝謝亞玲姊妹 沒有她的話會很難能夠受成全 因為她有她的需要一天到晚 嗚嗚嗚嗚這樣子 還要叫我發音要發的正確這樣子 我心想 我這個實在是 我也要拼上去 雖然每次都唱得破傻 但是我也願意接受操練 所以我真的是覺得 早上呢我們去參加弟兄的追詩聚會 中午去參加姊妹的結婚聚會 現在來參加我們的詩歌福音聚會 晚上還有愛宴聚會 你說教會生活真是豐富到一個程度 我必須講好的無比 所以弟兄剛剛講我是一個有福的盲目者 真的是 我常常覺得我軟弱 可是我在基督裡可以刮我的軟弱 所以主的能力常常在我裡面顯得完全 所以我必須講說 我從來沒有參加過 因為永昌弟兄曾經跟我講過 我一直是風文有這樣的劇集 但是今天終於親耳聽到了 我也見到了 真的我真的看見了 我看見每一個弟兄姊妹裡面 有一個心香之氣在裡面 互相的好像成為一個感染 所以我們彼此都能夠供應幾多 所以我必須講 因為很多人可能對遇見你們都會直接 有時候都會常常想到我 因為我當初真的什麼都不懂 就只有這一首歌 一個禮拜我就收緊了 那當然這一首歌對我來講 是主第一次與我的親民的親嘴 它讓我口都開了 它讓我感受到無比的愛 所以它讓我能夠真的用跑的 我不要看我眼睛看不到 我很會跑的 雅玲也常常騎著她的鐵馬 載著我 分跑在我們永和的大小街道上 可是我們要躲開弟兄姊妹 因為弟兄姊妹都怕她把我再快了 這樣跌倒了或什麼 因為騎腳踏載她 弟兄姊妹都說 你確定嗎 我確定 可是我不會騎摩托車 可是真的說真的 我覺得說 我們向著軟弱的人 我們要向軟弱的人 為要得著軟弱的人 所以雅玲的軟弱 我必須要配合她 不是我真的很愛做腳踏 不過就像當初 我的姊妹們知道 我是一個極極軟弱的 所以他們知道 只有藉著詩歌 才能夠打開我的心眼 開闊我的耳朵 所以呢 也藉著這樣 我們的約瑟弟兄也好 朱昆祝弟兄也好 他們都是我很好很好的 供應給我很多 就是說詩歌方面的 一個恩賜的弟兄 所以我今天也是非常的高興 就是說 因為朱弟兄才剛回台灣 那他也因為怎麼講 身體也剛接受一點點 就是說調整 那他今天也能夠來到這邊 那我非常的開心 那我也希望以後 如果是我們真的永和 能夠有多一點時間 我今天跟師傅會所的弟兄姊妹都相談 我相信 可以把你們這邊的豐富 帶到我們永和去 因為暫時 我們現在還有點保密 因為我們永和的教導聖典 我們想說 我們這兩個姊妹 平常就怪怪的 其實也不是怪 因為我們都蠻愛說話 可是對不起 我們已經接受操練 我們絕對溫柔安靜的 如果剛剛弟兄沒有點名 我決定 悶到最後才是 所以我最後 我覺得還是非常的喜樂 我要告訴你們 真的當我遇見耶穌之後 有一種愛過 我真的沒有了解 對 弟兄姊妹的愛 有時候說真的 我跟講說 弟兄姊妹的愛 都是最上傳 但是 有主愛在裡面的弟兄姊妹 他們的愛 才是你了解 所以我會覺得說 各位弟兄姊妹 真的我們要同分這賽程 然後好好的 你看我今天能夠長得還不錯 這個是因為 我一定要配他 因為我不能自己讀聖經 我不能自己唱詩歌 我不能夠一個人做什麼 所以我上次才開玩笑說 如果我唱錯 對不起不是我的錯 是你們教我教錯 所以你們都有一個責任 你們要負責正確的書供給我 靈歌詩唱或送詞 你們必須要正確的教導我 所以不要小看你們這一份 哪怕年長的弟兄或者師母們 你們都看到我的時候 跟我打聲招呼 或者走說姊妹加油 或者主耶穌愛你 這種就是一個榜樣 因為我們會覺得 等到我年老的時候 我還能夠像這樣愛主 這就是我的經歷 所以感謝主 我希望我們以後下次 一定還有機會在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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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